AG1比3,TTG四连败奔赴XYG,关博炸了 热评要下四人,一诺尽力,到底怎么回事呢 在刚刚AG与TTG一战,可谓是让粉丝们有些心灰意冷了 赛前,看好AG能赢的三位解说 月光,GG和瓶子多少带些情感 那上次3比2击败TTG的AG,这次输在哪里了呢 首局,AG拿到大乔老夫子,家孙上香周瑜的阵容 但TTG最后一手海月,似乎破解了AG的阵容 不过,前中期AG靠着长生周瑜的发挥,打出优势一直领先 期间阿斗苏裂的几次绕后都没能成功 可就在AG压上高,返回时,以诺孙上香还是被阿斗苏裂蹲到 一大一推配合队友将其收下 在杀一安老夫子,正是这波团战让TTG局势开始反转 几次连续减员,彻底打回优势 紧接着,TTG全员针对以诺孙上香 只要他先死,其他人根本无法对抗 17分钟,不然的蓝居然拿下四杀,只剩以诺 随即被九尾拉到幻境蹂躏,TTG先下一城 这局AG似乎想保射,又保不住 打团还得靠以诺孙上香 反观,TTG海悦也选得到位 而第二局,AG再次选出四保一的阵容 黄铁,公本,王昭军,加罗和庄周 但看到庄周,似乎还是保不住 对决中,AG安全度过前期 中期以诺加罗频频被秒,好在13分钟 TTG压高失败,被一安狂铁开刀 以诺加罗拿下三杀,18分钟,中路决胜团 轻轻吕布大招开团,以诺走位 闪现躲避赵怀珍大招 拉开位置疯狂输出,面对TTG三人两残血 以诺站起来后,配合公本击杀公孙黎 再收残血赵怀珍和吕布 团灭TTG将其一波 这才扳回一局,以诺尽力了 但接下来的两局,AG打得太怂 本来拿了一套萌亚银正平推的阵容 但对位打野小春的篮,被不然那可陆路压到自闭 让一只小鸟打成了战斗机 虽然双方没打出多少人头 可12分钟,净差了一万一千的经济 这还怎么打,也可以说AG就不敢打 打也打不过 小春的篮梅前绕后,根本没用 连个大眼都看不出怎么能翻 13分钟,在AG全城野区被反龙被拿后 不然的那可陆路,竟打出从没出现过的 致敗野区呈十四的字样 不得不说,这打野对位属实有些太扯了 让人看了只咬后曹牙,就是不敢打 本以为上一场小春打得稀烂 这场会上未央 结果阿宝教练依旧稳了上一场的首发 14分钟,在TTG超AG13000的经济 轻松将其平推 最有意思的是第四局 TTG拿到了萌亚平推阵容 并且最后一手逃出金蝉打火舞 引来热议,张凯被推上风口浪尖 但这手经常玩刻了AG的劲 火舞和歌亚,事实也是如此 虽然AG前中期经济人头占优 但打团却没有TTG强势 中后期,TTG疯狂入侵AG野区 又将小春进的野区制霸 随即双方碰撞开团 长生火舞仙道 AG后排被轻轻联坡 开大拆火,导致一安和夏竹白白挨打 TTG灵换三一波了AG 3比1拿下第二轮的三连胜 复仇成功 而相反,AG惨遭第二轮A组的三连败 如今已经四连败的AG 正向着XYG七连败奔赴 这两大热门战队 这个赛季到底怎么了 从AG这场比赛整体来看 上到保教练的BP 下到队员们的状态配合 简直跟第一轮没法比 同时神石轨道一直轨道四连败 上野队位被碾压 辅助又隐身 其实出现这样的情况 教练组的问题最大 这一战是极端奔赴 TTG3-0的积分牌第一 离AS卡位赛只差一点 AG则是0-3的积分 离AB卡位赛只差一点 非常难受 赛后 AG的官驳彻底乍穿 两条热屏引起热议 因为两张红色图片上 竟要教练下课 队员边野俯换人 说实话 这场比赛看的 让多少AG粉破防 主要跟第一轮反差太大 那么对此 小伙伴们认为AG在AB卡位赛的胜算 有多大呢